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是要你摸我的脸 可没说让你扯 那你现在相信我不是幻觉了吧 还是说 你想用其他方式 再深入确认一遍 比如这样 你的脖子 轻轻碰一下就会变红 比某人可诚实多了 明明穿着我的T恤睡觉 也不肯在电话里老是承认想我 这算是报复我吗 还要在一模一样的位置 不疼 你摇我的力度 基本上就跟脑痒一样 就是 印记有点明显 我觉得未来两天可能都不方便出门啊 正合你意 原来你是故意的 看来我又被你拿捏了 不过看在我这么配合的份上 我想索要一份小小的奖励 至于是什么 你很快就会知道 我特别碰你了 我特别碰我 蒜 难道自己惹你不开心 把你气走了 你怎么用安抚小孩子那一套 安抚我呀 对现在的我来说 光是拍拍后背可不够 想知道成年人会怎么做吗 我先给你示范一下 比如 不如像这样亲密的相拥 让我感受你的存在 就可以消除 百分之十五噩梦带来的影响 这个蚊可以消除百分之二十 怎么样 学会了吗 那剩下的百分之六十五 就交给你来帮我 你 别碰 你明知道我怕养害 百分之十 不是 百分之十五 你 你快停下 好好好 百分之二十 消除了百分之二十 你这是耍赖 我要补充一条规则 不能重复使用一个方法 好 百分之二十 你 别碰我 你 别碰我 是啊 Oh 你不是 我自己来索猪吧 呢 princip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